酸黄瓜,这道具有浓厚欧洲风味的食品,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。 其独特的酸味,不仅为餐桌增添了清新的口感,更是健康饮食的优选。 那么,酸黄瓜究竟是如何腌制而成的? 它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诱人的酸味? 又是否具备营养价值呢? 接下来,我们将一同揭开酸黄瓜背后的奥秘。 大家好,我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。 一个生活在日本的山东人。 谢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 首先,让我们来探讨酸黄瓜的腌制过程。 将新鲜黄瓜洗净之后,放到一个大玻璃瓶里。 撒上两勺盐,密封好玻璃瓶,将密封好的玻璃瓶放到室内。 一个周之后就可以吃了。 有的人在腌制时加糖和其他调料。 我只加盐,效果相当好。 酸黄瓜的腌制主要依赖于乳酸菌的发酵作用。 在腌制初期,黄瓜中的葡萄糖在缺氧环境下被乳酸菌转化为乳酸。 这个过程中,黄瓜会逐渐变软,并释放出特有的酸味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乳酸的积累使得黄瓜的酸度逐渐增加,直至达到一个平衡状态。 此时,酸黄瓜的腌制变高完成。 那么,为什么酸黄瓜会呈现出如此诱人的酸味呢? 这其中的奥秘便在于乳酸菌的发酵作用。 正如古人所言,酸能生津,开胃健脾,酸味能够刺激唾液分泌,促进消化,有助于增进食欲。 而酸黄瓜中的乳酸,正是一种天然的酸味剂。 它不仅能够赋予酸黄瓜独特的口感,还具有很好的保健功能。 当然,面对酸黄瓜这一美味佳肴,我们也不禁会产生疑虑,酸黄瓜是否安全无毒呢? 事实上,只要腌制过程中注意卫生,避免污染。 酸黄瓜是完全安全的食品。 乳酸菌发酵产生的乳酸具有抗菌作用,能够有效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,从而保证酸黄瓜的卫生安全。 接下来,我们再来看看酸黄瓜的营养价值。 酸黄瓜不仅富含维生素C、维生素E等多种维生素,还含有钙、铁、新等矿物质。 这些营养物质对于维持人体健康起着重要作用。 此外,酸黄瓜中的乳酸菌还具有调节肠道菌群、促进消化等功效。 正如《本草纲目十一》中所言,黄瓜性味干寒,俯此能清热沥水。 酸黄瓜的食用既能够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营养,又具有清热解暑、开胃消失的功效。 此外,酸黄瓜还是一道美味佳肴,无论是作为开胃菜,还是搭配其他食材一同烹饪,酸黄瓜都能为菜肴增添独特的口感和风味。 在欧美国家,酸黄瓜更是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料理之中,成为了西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综上所述,酸黄瓜的腌制过程离不开乳酸菌的发酵作用,而它的酸味正是来源于乳酸的积累。 作为一种安全无毒、营养丰富的食品,酸黄瓜不仅美味可口,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 在享受这道美味佳肴的同时,我们也不禁为古人的智慧和匠心所折服。 正如古人所言,食之以食,用之以度。 在合适的时间,以适量的方式享用酸黄瓜,不仅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,还能为身体带来诸多益处,让我们在品味酸黄瓜的酸爽美味之余,也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慷慨。